哈喽 同学 欢迎收看ASEP凯页数学 我们来看演练12的供应数的活用题 有两个在200到300之间的整数 那他们这两个人的最大供应数是36 那请问你这两个整数各是多少 好 这个题目其实对一般的孩子来讲 有一点难度哦 有一点难度 因为你不知道从何下手 那老师先讲一个观念好了 如果有一个人啊 他叫做10乘上3 那另外一个人叫做10乘上2 那你可以跟我讲两个人的最大供应数是多少吗 10嘛 对不对 因为一个是30 一个是20 好 你就知道最大供应数是10 怎么看比较快 反正他们都有这个10啊 他们都有这个10啊 那当10提出来之后 3跟2还有东西可以提吗 3跟2 没共同的东西可提了啊 对不对 所以两个人的最大供应数是10 不来 再练习一下 有一个人叫做21乘5 有一个人叫做21乘7 那两个人的最大供应数是多少 你应该会知道答案了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21 好 这是老师要给你的第一个观念 第二个 你知道当30跟20的最大供应数是10的时候 表示这两个人其实都是10的什么数 倍数 是吧 30是10的倍数 20也是10的倍数 好 所以我们回到这个题目本身 如果有两个 在200到300之间的整数 那他们的最大供应数都是36 他们的最大供应数是36了 那我就知道说这两个人都是谁的倍数 这两个人绝对都是36的倍数 好 记得 他们的最大供应数是36 其实代表着他们的最 他们都是36的倍数 好 这是你了解了观念之后 我们继续往下看了 都是36的倍数 而且接近在200到300之间 那大概几倍啊 36乘上5倍是180 那6倍呢 216 可以吗 另外一个叫做36乘以7倍 252 OK 你要自己先乘一乘 那36乘以8 8648 288 这都是200到300之间 36的倍数 好 我要写答案了 你知道这两个整数各是多少吗 第一个状况 有可能 叫做 216 好 老师这里写36乘6 好不好 一个写36乘6 一个写36乘7 我问你 如果今天是这两个数 最大供应数你会选谁 36 对不对 所以我的第一种可能性出来了 这一组有可能是216和什么 252 再来 那有没有第二组的可能性 36乘7跟36乘8 对不对 36乘7跟36乘8 这两个人的最大供应数 这样子你一样会选谁 36啊 OK 所以第二组 也有可能是252 和什么 288 再来 你说老师 有没有可能今天抓的是36乘6 有没有可能今天36乘6 和36乘8呢 不可能 因为你这里36抓出来之后 6跟8是不是还有一个两倍会提出来 所以记得 这个 不可能 所以这一体整个 两个整数有可能是多少 有可能是 216和252 一组 或者是252和288 答案有这两种可能性 记得 216跟288 是不可能的哦